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趕快訂閱趕快訂閱 四天王室的古董寺是關西地區三大跳蚤市場之一 每月的21、22有舉辦遇到下雨天就會暫停 有琳瑯滿目的二手攤位 也有價格便宜的新鮮蔬果攤和熟食攤 逛累了可以吃吃點心補充體力 買了一些100日幣的湯匙很好用耶 總共有300多個攤位可以盡情挖寶 來到大阪城公園 櫻露眼簾是黃澄澄的銀杏 走在銀杏大道下感受秋天的優雅氛圍 即使是陰天也一點都不遜色 畢竟這些景色在台灣不容易看得到 一整排的櫻花樹也都轉紅了 公園內好多狗狗在散步 遇見可愛的彩彩 大阪城 位於大阪城公園內 與鳴固屋城熊本城並稱日本歷史上的三大名城 是大阪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春天有粉嫩的櫻花 秋天有黃澄澄的銀杏與紅葉 冬天有梅花盛開 一年世紀都能感受不同風情的變化 黃紅交錯的景色看得我心曠神秘 成為旅行途中美麗的記憶 看到媽媽和姊姊也很享受自助旅行的樂趣 雖然真的比較累但心是滿足的 每一趟旅程過後慢慢在內心發酵成為生命的養分 可惜疫情期間無法出國旅行 只能看以前的旅遊影片過過乾癮 遇見微圍巾的彩材 有好多人圍著他拍照 順利摸到柴犬一枚 又幸運摸到第二隻柴犬 身為資深柴奴出國旅行 總會開啟柴犬雷達 捕捉世界各地的柴犬 是我們旅程中的小確幸 你也有旅行中非追不可的事物嗎? 歡迎留言與我們分享 也可以看看我們歐洲旅遊的影片 都有柴犬出沒喔 心災橋商店街 結束完大阪城參觀行程後 來到心災橋繼續寫平 這裡是日本歷史最繁忙最悠久的商店街之一 是大阪必逛的購物聖地 看到柴犬扭蛋 都會忍不住要扭一下 有好多柴犬周邊商品可以買 有好多寵物零食可以選擇又便宜 可是有好多種類都不能帶回國 在日本退稅超方便 購買到可退稅金額 減賬時直接付免稅價就可以囉 不像在歐洲退稅超麻煩的 還要提早好幾小時到機場跑流程 最後一個行程來到新世界商圈逛逛 色彩鮮豔的超大店鋪招牌 與新世界象徵的通天閣 融合出華麗懷舊的氛圍 短暫的六天午夜 賞風之旅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掛好行李後逛逛機場的免稅店 這瓶荔枝海鹽飲料好好喝喔 這次搭樂陶發現椅子變得好做多了 在飛機上買了桃子冰淇淋和大阪燒來嘗鮮 三個多小時就到台灣了 去了一趟日本扭了好多柴犬扭蛋 和買了一些柴犬商品 真的是滿足柴犬控的好地方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